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仅仅只是指让声波进入到耳朵里 在希伯来语中 什妈还可以表示注意或关注 所以雅各的妻子丽亚因为一直得不到丈夫的宠爱 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西勉 希伯来语是 意思是 主什妈了我的失宠 所以什妈除了可以只听见 还可以只注意和关注 此外 什妈还包括对听到的内容所作出回应 这就是为什么诗篇中有许多呼求都是从求神听开始的 比如诗篇二十七篇第七节说 主啊 求你什妈我的呼求 求你恩待我 应允我 所以当诗人求神什妈时 他不仅仅在求神来听他的声音 同时他也求神可以做出相应的行动 反过来想 当神让人什妈时 他的期待也是一样的 当年 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 神说 你若完全地什妈我 遵守我的约 就在万民中 做我宝贵的子民 出埃及记的这节经文很有意思 原文中 什妈一词连着出现了两次 用来表示强调 你若什妈 什妈我 意思就是 你若留心听从我 特别注意 从神的角度来看 听就包括了守约 所以 当神叫百姓什妈的时候 他不仅希望百姓听见他的话 还希望他们听话地顺从他 这也就是关于什妈的 最后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古希伯来语中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词 专门用来表达听话或者听从 比如听智者或长者的话 顺从他们的意愿和指令 所以 在圣经中 如果要表达我会听从你的话 照你说的做 用什妈这一个词就够了 在希伯来语里 听和做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因此 当以色列人后来实言 违背了他们与神的蒙约时 希伯来的先知就说 他们有耳朵 但他们不听话 以色列人显然并不是听觉有障碍 听不见声音 他们的问题是 没有真正的听从神的话 否则他们的行为就会有所不同 最后总结一下 在圣经中 听的含义 就是尊重那个对你说话的人 并照着他所说的去做 真正的听需要付诸行动 这就是希伯来语中 什妈的含义 这就是希伯来语中的含义